是什么样的建筑可以被叫做梦舞台 在着这样的好奇 我们前往距离大阪公共交通两小时车程的淡路岛 经过迷失海峡大桥之后 大巴直接把我们送到了一个酒店大堂的入口处 很少见安藤为数不多的非清水混凝土建筑 说实话酒店部分乏善可乘 不过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一处清水混凝土的走廊 这时候我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小建筑叫做海之教堂 整个建筑不大 最显著的特征一定是屋顶的十字天窗 在阳光的照射下 白墙上能够形成光之十字的投影 这里是一个类似于墙布的一个材料 这块木布投影这条光之十字的 这个类似的处理手法 最早安藤是在光之教堂中运用过 那也是我在大阪最想看的建筑 很可惜 现在不对外开放 只能在海之教堂中弥补了一下体验 哦出太阳了 这里就是淡路梦舞台了 安藤设计的一大片建筑 刚才那个光之十字就在这里 屋顶的屋面全部是贝壳 作为一个装饰材料 屋顶潜水池深五公分 据说总计铺设了一百万片扇杯的贝壳 安藤解释说 日本人是个爱吃海鲜的民族 为了让民众一起投入到这个修复环境的项目中来 他向日本民众募集了五百万片贝壳 往前追溯三四十年 在日本经济腾飞的时代 但如梦舞台所在的山坡 被不断地挖取山石 用以大阪地区填海造地 包括全球第一座完全填海造路的人工岛机场 关西国际机场 在三十多年持续地挖山之后 原本的山坡只留下了红褐色的岩石 木舞台设计的出发点 就是要恢复再生这片被破坏的土地 继续往前走 我们来到圆形广场 可以说是非常安藤的空间 飞廊 坡道 几何形 进水池 几乎所有经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来拍照 这里也是非建筑人士 这排有点大湿的土地 椭圆形广场更加大一些 我们还在这遇到了一个中国香港的小姐姐 刚才碰到一个在这边看的一个女生 一聊发现原来是香港那边 也是建筑师 果然来这边看安藤的 十有八九大部分都是学建筑 那个小姐姐很厉害 她正在进行一个人12天的安藤中熊建筑之旅 真是厉害 这是一个时钟吗 利用太阳的那个阴影 现在是下午的12点58分左右 12点58 怎么看 好像也不是啊 应该就是个时钟 下面那个是12码 这个13 14 哇还挺准的嘛 应该就跟我们古代的日轨 是一个道理吧 日月同辉 行走在这两处圆形广场 非常像是走在博物馆的中庭 只不过展品不再是艺术品 而是大自然 阳光 水面 天空 这些平时不会刻意去观察的自然 在这里成为了主角 远处就是大海 机缘你看 这个空间是不是很有西班牙那边庭院的感觉 后来看资料得知 安藤确实是参考了西班牙的阿尔汗布拉宫 这种自己貌似小小读懂了一点大师的感觉 让人非常膨胀 哇 一下子万里无云啊 我们这个天气选得太好了 运气不错 刚来的时候还是阴天 看安藤的建筑还得是有光影才对味 穿过山回廊来到的是百段院 有100个4.5平方米大的混凝土方形花坛 沿着山坡排列而上组成 几何感非常强烈 这楼梯一望无尽啊 开始爬楼梯 好吧 我不一定会捡进去 你放心吧 我们的目标是做电梯 华坦里种得的是各种菊科植物 这个地方说实话确实太像公墓了 1995年安藤获得了建筑界最高奖项 普利字科奖 同年这里发生了百神大金镇 布台所在的场地被发现有几处活动断层 于是方案进行了大改 酒店改到了海拔更低处 原址则被改成了现在的百段院 同时安藤将普利字科奖的奖金 全部捐给了当地震后的孤儿 按照安藤周学的说法 这里是在灾难中遇难人的灵魂的一个象征 时间有限 温室馆和户外剧场部分 我们久没有再去参观 吃完饭后就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前往的过程会经过一些日本的农村 正好可以在这里逛一下 满足一下我对日本农村的好奇 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功能 一个小的庙吧 应该是的 他们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洗手的一个地方 这个人家的花园整得很干净 这个是真的老房子都是老人在住 这种传统的房子还是蛮多的 这户就比较现代了 但是它不管老的还是新的房子 其实高度上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看上去还是比较整体 野生的篮球场 野生的人类 你是家养的 你是家养的人类 其实乍一看我觉得跟这家的农村是蛮像的 真的蛮像的乍一看 而且还是比较普通的 看到指示牌了 本福寺就是这里了 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寺庙 一个藏在水下的寺庙 往这边 来看的人还蛮多的 400块钱门票 看见一片大大的清水混凝土墙 就知道基本上是到了 你看这入口就一片墙 一个洞 啥也没有 走吧 进来之后还要转一个游行弯 哇这个清水混凝土墙好干净啊 超级滑流 超级滑流的墙 真的摸上去就跟瓷砖一样 超级滑 能不能听出这种质感 然后一转弯就看到一个大水池 你看那边的人全部是在往水池下面走 这是它那个屋檐悬条出了非常大用 所以你在人事点看过去就像悬浮起来的感觉 这里就是那个经典的空间了 就是人往水池下走的一个入口 哇这个构图绝了 水浴塘建成于1991年 年龄比我还大 不过它的清水混凝土外墙真的保持得非常干净 一点都不像是33年前的建筑 这个佛塔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入口 水池被豁开一条道 仍像是走入水中一般进入到建筑中去 走下去之后 诶 啊这边是厕所 往这边走 这里就是 进来之后是往左边这里需要脱鞋 先把鞋脱 佛塔内部不允许拍摄 就拍一下明信片给大家看一下吧 啊这一侧面像山这一侧 有一山人这个窗 啊就是这么围一圈 一般日本的寺庙 比如后来我们去京都看的清水寺 主入口山门前都是大台阶 人需要设计而上才能到达 水浴塘则是完全相反的处理 似乎能给人一种更加亲近的感觉 来京都主要肯定不是为了看安藤 充满古运的街巷 除摸各种小动物的鸭川 各类大大小小的寺庙 跟二十几年前的柯南剧场版迷宫的十字路口里 画的几乎是一毛一样 京都在古运这一块保护的确实是很好 就是我没想到寺庙能有这么多 恨不得一个街区就能看到一个 逛到后来说实话真的有点看皮了 所以就临时决定 再去看一个安藤在京都的建筑 这是啥呀 在鸭川里看到的 基本上都不怕人 被轨了这么多鸭 哇刚才那个鸡多帅 这个更牛 鸭川边上好多动 我去这个木龟上面 一起压 我站龟头上了 哈哈哈哈哈哈 来鸭川 再往前面走 不久应该就快到了 就是这啦 努力京都 好摆名画亭 进来了 不错吧 不错吧 我就说得看一点安藤挑挑胃口 老板名画之亭区别于一般的美术馆 这里采用户外的形式进行展出 不大的场地 因为设计流线的转折处理 拉长了参观的路径 体验上像是一个立体的园林 这个空间 你看一个直接一个三角形的露台 走到这为止 最近距离的可以看到这个瀑布 就跟剪纸一样把这个空间一点一点这样剪开 非常锋利 各类名画被印在陶板上 以各种方式展出 时间久了之后 多少有点模糊了 不过我的心思也没有在这些画上 这次运气不够好 京都断断续续经常下雨 配合上建筑中设计的几处碟水 整个美术馆被水声环绕 可能大家从视频上来看 会觉得声音有点吵 现场逛的时候 其实这种白皂声完全是不会影响体验的 甚至能够屏蔽掉周边马路上的嘈杂声 不知道安藤仲雄在这里大量用水 是不是这个目的 从京都乘坐半个小时电车 可以来到抹茶之乡 也是原始物与故事发生地 雨智 来到这里意外的惊喜是抹茶冰淇淋 意外的惊喜是雨智站 这个车站外观可以说是平平无奇 内部却是别有乾坤 连续纵横交错的拱圈 给这个小小的建筑带来了很强的力量感和秩序感 指引着我们进站或者出站 后来查资料得知是日本建筑师 若幸广林在1996年设计的 比类似设计手法的多摩美术馆大学图书馆 早了近十年 这位建筑师不知道在日本的知名度如何 有指导小伙伴可以弹幕上说一下 我在国内确实是没有听说过他 可以说是高手在民间了 当然也可能是我学识才浅 还需要努力呀 好了那以上就是关于这次 关系安藤仲雄建筑之旅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给这个视频点一个免费的赞吧 感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